十几年前呢 有一天刘宝洁问我 西平你怎么说 西平讲不出话来 想要发声就晕 脸是黑的嘴唇是纸的 送到台大院去机子 没想到从此就成为常态 我看到一百个医生 只有两个科系没看 妇产科跟小儿科 都看完之后 对不起没办法 不知道你什么病 这时候怎么办呢 宫庙 因为得了无名病 火盆也过了 浮水也喝了 通通不好 最后只好去找大师 大师就告诉我说 你的气不够 你要急气 所以我这本书一开始就说 大家救救我 当你看这本书第一页的时候 马上喊一句 西平老师加油 走到路上 西平老师加油 我到学校师生都跟我说 西平老师加油 全台湾人都在帮我加油 急气我就度过这一节 我为什么会得怪病 到现在都还没完全好 我现在认为第一个 我当时心脏出了毛病 但我不知道 第二个 我太累 压力太大 自律神经严重失调 自律神经失调之后 你会不舒服 不舒服之后就变成恐慌症 刚好那时候又遇到我更年起 就生了怪病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怪病 先去看自律神经是不是失调 你是不是恐慌了 看精神科 你身体还有没有其他疾病 我就因为这样找出我心脏有毛病 我的心包膜概化 它像个铁甲武士一样 把我的心脏包住 撑不开之后只能这样跳 没办法这样跳 所以它的供养量是不足的 怎么解决 把心脏拿出来 把变硬变厚的部分削掉 你看切多大 我可能是卫生还最复杂 盲开 不舒适 不体外循环 从头到尾 我的心脏都是 蹦蹦都在自己跳的 连他拿下来歌的时候 那心脏都是跳动的歌 好紧张的手术 哈喽 欢迎在每周五收看健康点点名 我是宜安 今天我真的是请到了一个 超级大来宾 他是资深媒体人 也是资深的名嘴 现在是抗议大学副校长 也就是我们的西平安 跟观众朋友先打声招呼 点点名的观众朋友 健康最重要 钱财都不重要 所以我一定要来上宜安节目 拥抱健康 才能拥抱人生 拥抱快乐 人真的只有重病之后 大病之后 才能彻底的领悟 人生真正的意义 我真的很高兴 这些病 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一层领悟 跟新的一层境界 我们等一下慢慢来讲 对 录影录到一半 突然不能动了 然后后来就消失了九年 在荧光目前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细细到来 这样子慢慢来讲 先是十几年前 有一天 刘宝洁问我 西平你怎么说 西平讲不出话来 想要发声就晕 晕血 脸是黑的 嘴唇是纸的 那他有当下发现吗 立即停机 送到台大院去机枕 没想到从此就成为常态 快轮到我的时候 我突然间觉得讲不出话来 我就交给黄创夏 上面写 创夏 你帮我讲 结果宝洁一讲到 我们今天要谈什么什么 黄创夏自己走上去 然后因为我在大学教书 譬如说有一天 我在黑帮他写 老师今天无法说话 大家窒息 我要去看急诊 坐计人车 去这个中校医院 找陈文奎主任急诊 他那天是休假的 他赶来给我急诊 结果 NASI 身体好腰 做了所有检查 我告诉你 从此我就变成医院流浪子 我看到一百个医生 只有两个科系没看 哪两个科系 妇产科跟小儿科 我连精神科都看了 我真的跟你讲 我做的检查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因为查不出原因来 连是不是我的细胞有亏损 这个在台湾没办法做 要把你的细胞送到美国去做检查 我各式各样 像譬如说现在有个心脏反驳器 去打把心脏打心了 我是全台湾最早做这个 以前台湾还不知道这个我就做了 结果看了一百个医生 西医看完看中医 中医民医都看过了 然后看养生的医生 看这个自然的医生 疗法 看整肌的医生 我跟你讲 我看了超过十个整肌的医生 哈佛回来的博士 台湾的这个图法的师傅 各式各样 都看完之后 对不起 没办法 不知道你什么病 这时候怎么办呢 宫妙 我告诉你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的 就因为得了无名病 火盆也过了 浮水也喝了 这个浮烧了水 到了这个洗澡水里面 来洗澡也做了 这个我知道 床也搬了 书桌也搬了 这调那个位置 通通不好 最后只好去找大师 所以书里面全部都有写 各位 我的神鬼灵疗传奇 因为所有朋友都知道我病了 我很欣慰一件事情 我的人缘特别好 我平常愿意帮助别人 所有朋友都帮助我 就说马老师 我的师父很灵 你来 马老师 我的师父很棒 你来 我大概看了100个大师 全台湾 我刚开始不相信 100个中医师 又100个大师 对 但是后来我吓到了 台湾民间居然有 奇能异事 你无法想象的事情 讲一个就好了 料理 马云九办公室主任 我40年的朋友 他以前台湾新生报记者 所以我很相信他 他说你来看我师父 他的师兄师姐跟师父坐这边 盘坐地上 啪下把丹田的丹吐到空中 真的假的 真的 各位观众你听了绝对不相信 但是你如果当场看见才晓得 原来台湾有这种奇人意识 我告诉你这只是其中一件而已 三太子要你改变生活方式是真的吗 你有去找三太子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生了重病 在真心院开了心脏刀 那有一个老板好朋友来看我 送了我很多好吃的 我出院就去谢谢他 谢谢他之后他在开会 我就在会议室等他 就会议室一看 开一个心医很久的大师 这个大师很绝 他没有妙的 他不给人家算的 他也不赚钱的 他只做公益的 我们在电视上讲过他很多次 因为他太神太绝了 他看到我居然跟我说 你这次心脏开刀 逃过一劫 但是五年后有一个生死节 你过不去 我听了这句话 当时当没觉得了 但五年要到的时候 我就开始紧张了 我就开始去问各种大师 大师就告诉我说 你的气不够 你要急气 所以我这本书一开始就说 大家救救我 当你看这本书第一页的时候 马上喊一句 西平老师加油 西平老师加油 结果你知道吗 所有的节目都找我去上 包括赵少康的 吴淡如的 唐湘龙的 所有电视台 急气的概念 西平老师加油 我遇到每一个人 走到路上每个人 西平老师加油 我到学校 师生都跟我说 西平老师加油 全台湾人都在帮我加油 急气 我就度过这一节 急气是外在的气 你还修内在的气 那个三太子就跟我说 你造口业太多了 对 所以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是不是说骂人的事情太多了 我也不懂 他说你自己要去想 所以我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不谈政治了 我也不骂人了 所以你现在电视机前面看到我 只会看到三种我 一种谈国际情势啦 然后就是外太空谈到类子宫啦 对我刚刚是想外太空你又会假 对谈到类子宫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谈健康的 我现在开始上很多健康 对我觉得健康是一种味道 第三种就是上购物频道 那OK就是比较软性一点点 你再回到关键时刻 三天后又消失 然后惊爆什么血氧急速 想讲这件事情 倒也不是我觉得是我身体虚弱 然后上节目的时候满头大汗 那个到了淋漓的阶段 就那个傅老师 就专门讲太空的这个傅老师 傅老师就说保洁 你看西平这个样子不大对 流汗不对啊 对大汗 倒汗啊 对傅老师就说 保洁你吃不上西平 讲完这一节先回去 对那我就决定休息 老实讲因为我不相信命理这件事情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我去了第一次的算命 是为我爸爸刚才默契的时候 我那天在电话里面跟你讲的就是 那个烟轻寨主 对 人在最无助的时候 真的是什么都愿意相信 对你提到为烟轻寨主 我是非常有兴趣的 你有兴趣 我到竹栏去看一个季公师姐跟师弟 他们两个姐弟 我只是孤望言之忘听之了 他就跟我说 马老师 你身体不好是冤心在主 那为什么冤心在主 他说你前世是军师 比诸葛亮还厉害的军师 你没有杀过一个人 但在你的战法下 杀了很多人 杀了很多人 那现在这些死的人派代表来 他要说他一朝的吗 你听我讲 我当时不相信 但他看到我不相信 他就跟我说了 他说马老师 你家里面为什么不摆祖宗牌位 我杀住了 这个厉害了 你不摆没关系 连你爸爸家都不摆祖宗牌位 我想杀住了 这里面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 我爸爸九十七岁了 他必须要知道我爸在 我爸如果不在 他就破红了 第二个 他要知道我跟我爸不住在一起 我家跟我爸家 第三个 他要知道我家没祖宗牌 我爸家没祖宗牌 好神哦 我杀住了 他就说你到隔壁去跪一下 你跪不住 一跪就倒 一跪就倒 我不敢跪 被夸被吓到 我现在好会 我好想去跪一下 然后我一个学生 没跪 我没跪 我一个学生 找我去到中校东路市段 去看个老师 这老师我名字 现在不能讲 因为老师托我不要讲 我一进去 他就说 哎呀 你这个我没办法处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这是冤心在主 要化解 不能驱赶 我说老师你看到他们吗 看不到 他们在中校东路市段等你 他不敢进我这里来 那我就说 是什么样子 你知道这老师说什么 绝对猜不到 这老师好厉害哦 他说你前世是个军师 你没有杀过一个人 但你战无不可死 但你手上人太多了 他们先代表来找你 跟技工 讲的一模一样 而且这个老师 中校东路市段的老师 绝对跟这个竹篮是没有关系的 马军师好 我现在回过头来跟大家 观众可能很好奇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这最重要的 我为什么会得怪病 到现在都还没完全好 只是慢慢消减 我到底是什么病 我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注意 你如果有奇怪症状 要听我仔细讲 我现在认为 我是第一个 我当时心脏出了毛病 但我不知道 所以我身体有点异样 第二个 我那时候真的太红了 我是全台湾 上一天通告最多的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我是通告费最多的一个 第三个我是全台湾唯一 电视的政治名嘴 上片所有 什么都能讲 综艺节目 不综艺节目 我所有综艺节目都上过 没有一个综艺节目没上 我连那个魔王大道我都上过 真的假的 魔王大道我都上过 你知道吗 好 生活太紧凑 我在大学开了一年 开了十门课 全台湾第一名 我太累 压力太大 智力神经严重失调 智力神经失调之后 你会不舒服 不舒服之后 就变成恐慌症 各位一定要讲 现代人很容易得恐慌症 所以智力神经失调 引发了恐慌症 刚好那时候 又遇到我更连起 就生了怪病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怪病 听我讲 先去看智力神经是不是失调 你是不是恐慌了 看精神科 吃战安诺半科 我当年就靠吃半科 战安诺好起来了 然后你身体还有没有其他疾病 我就因为这样 找出我心脏有毛病 其实马老师他换怪病 就是在十年前 上那个友台的节目 宝杰可能就叫你一声 西平 然后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对好 讲不出来 不是词穷喔 是讲不出话来 紧急受到急诊啊 接下来就查不到病 看了上百位的中西医 然后尝试公庙自然医学 各种方法 我们刚刚也听到了 一些很奇特的故事喔 结果后来呢就是 你自己觉得是压力 跟这个更年期造成的 当时一天接七到八个通告喔 他因为他当时也在上课喔 就是排了十门的课程 那自律神经失调加上压力大 男性的更年期 恐慌症以及免疫系统就下降了 是 对马老师呢 这个怪病 可能应该是你的免疫系统 去攻击到了你的心脏 所以呢 在14年的时候呢 就是自体免疫系统 攻击了自己的心脏 造成了心胞膜发炎 初期症状 打球会喘 然后脸会发黑 氧气不足 我没讲错吧 对不对 然后本来你已经不想开刀了 为什么还要开刀呢 让马老师自己讲 好 这个真是非常奇怪一件事情 我打球呢 只能在一个地方打 就是三种的松山分院 为什么在三种松山分院打网球呢 因为他的网球场隔壁就急诊室 我打一打 呼吸不到氧气 整个人脸是黑的 我就到急诊室去 呆的 晾血氧 所以急诊室小姐每个都认识我了 好 快一检查出来 我的心脏不跳了 什么叫不跳了 各位看心脏是这样跳的 舒张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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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脏不舒张了 我的心脏是这样子 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包住 我的脏量是不足的 嗯 那第一件事情 每个都会问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在那边简单跟大家卫教一下 95%是你隔壁的肺结核 肺结核菌跑来攻击你的心脏 它就受伤了 受伤它就变硬变厚 它就包住 5%是牙齿的细菌 所以要把牙齿细菌搞好 从牙齿的细菌 牙根 露下来 跑到心脏 那我是全台湾极特殊的 我疑似 自铁免疫系统 攻击我的心脏 就太累了 造成它变硬变厚 怎么解决 把心脏拿出来 像削凤梨一样 把变硬变厚的部分削掉 削掉 让削大家可以撑开 再放回去 我当然不愿意做 因为很危险 因为太危险了 连我去找我最好的朋友 新光医院的洪辉峰医师 他们还为我的病开了一个会 会诊吧 开会 一半医师认为要消 一半医师不建议消 这好难觉得 后来非消不可 为什么 因为血回来打出去 回来打出去 对不起 我一直打出去 回不来 回不来 血就在外面 外面我的血管比你出五倍 比正常出五倍 因为血在外面排队回不来 然后回来 为什么非开不可 器官都泡在血里面 器官血都回不来 肝硬化 泡在肝血里面 肝血心脏打不回来 就肝硬化了 就说你非开不可了 他其实有跟我讲说 你的心不会怎么样 可是因为血都在外面流 你可能其他器官都会受到影响 画面上面就是 可以看到 这个心包抹干化 不得不切的关系 就是因为他要保命 所以最后呢 就找了我们的免医 魏征开了这个 你看切多大 魏征把我切多大 那是15公分的尺子 对你说像牛排的组织 没有看到画面的时候 还没有觉得 这我看到真的很像牛排 我找魏院长 魏征魏院长 我说你亲自帮我开 不能在旁边看 他说你这个太麻烦 一定我亲自帮你开 我可能是魏院长开最复杂 那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免疫系统攻击心脏 在守住过程中 当免疫系统突然间 发飙的情形很少 但万一免疫系统发飙 你就完 完 没人可以救了 所以在我第二天早上7点开刀之前 晚上10点半 麻醉科主人还在我病房 为什么 你知道开心啊 因为要有一个这个超音波探头 他在那边摩擦看心脏 看心脏 但他怕这个摩擦 把免疫系统叫醒了 所以10点半 他还跟魏院长通电话 后来决定用婴儿探头 婴儿探头比较小 摩擦比较力量少一点 就到了早上7点半 要进去的时候 魏院长突然说 不看了 婴儿探头都不要 盲开 盲开 我就问他说 你盲开过几个 他说你是第二个 第二个我听得很高兴 也有第一个 我说第一个是什么原因啊 他第一个是嘴巴痉软 根本扒不开 嘴巴痉软 扒不开 你是第二个盲开 好还没完 他说不输血了 不输血 我说还可以不输血 他说 别人的血 进来你身体 免疫系统绝对会 一定会打仗了 会惊醒 惊醒 就不输血了 好就不输血 那怎么办 第三个不体外循环 各位知道开心脏 一定要体外循环 为什么心脏要停止的 要停止你才能去动 对啊 那停止的时候 你身体怎么活呢 就外面一个bump 你的血打到外面一个bump 再帮你打回来 所以就体外要循环 对 血从到外面去 经过机器再打回来 免疫系统又会惊醒了 他说不 体外循环 所以从头到尾 我的心脏都是 蹦蹦蹦蹦 都在自己跳的 连他拿下来割的时候 那心脏都是跳动的割 好紧张的手术 瞒开 不输血 不体外循环 我觉得好恐怖喔 那我们刚刚提到心包膜 我先讲一下心包膜到底是什么 他说就像一个囊喔 包覆着心脏 形成一个保护膜的组织 磨合心脏中间 心包膜液 在心脏跳动的时候呢 可以润滑 一旦呢 心包膜像 马老师概化之后呢 随着四个心脏 书章缩压 整个局限住了 就像你刚刚说的 局限住的你的心脏 包起来了 心脏输送血液的功能 调节体液的功能 还有就是 心脏扩张的功能 会被限制住 引起心衰竭 那我们一般的民众喔 发生就是心包膜炎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听一下喔 台医院的 林卫文主任的 医师的说法 我们要首先知道 心包膜在哪里 就是心脏的 外面有一层膜 这个叫心包膜 它会包覆在一个 所谓的心包膜腔里面 那心包膜腔 就会产生一些 润滑的液体 叫心包膜肌 那这个肌 就有点像润滑的效果 所以就变成说 心脏在胸腔里面 实际上滑动这种跳动的方式 那外面的这一层膜 如果万一受到感染 发炎 或是有些毒物 甚至有一些像是 直接的放射性的照射等等 就有可能会造成 这个心包膜 逐渐的硬化 然后产生钙化的现象 可能就会 影响到心脏的功能 就类似像 心脏衰竭的这种症状出现 例如呼吸困难啊 会容易喘啊 胸门痛啊 甚至更严重的时候 心脏输出受到影响 你会造成血压 开始往下降 就因为它的局限 让它心脏没有办法维持 很正常的扩张 冲田之后收缩 影响到心脏的输出 这时候身体的 全身上下的器官 的血液循环 就会受到影响 可能就不够 那更严重的可能 就会造成什么 休克的现象 这个只是 比较急性的 心包膜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才有可能会发生 那慢性的话 基本上可能性就不高 但是久而久之后 发现说病人 还是有持续的心脏功能 衰退等等 这种情况出现 这时候要特别小心 那心包膜 一旦呈生概化的时候 你就看到心脏 好像被包住一样 当它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跳动 这种情况 就会影响到心脏的输出 然后再影响到心脏的功能 那这时候就要考虑 把这个心包膜 给它移除 因为它已经生病了 它已经硬掉了 那以此之后 可能要做一些手术 再把它这个心包膜剥除 那才有办法 让心脏可以恢复这种 条件不会受到影响 所谓的概化 就是一种 严重老化的过程 老化顾名师 那需要 有一段的时间 所以当然年纪大的 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年轻人会有这种 比较严重的概化 这种情况的几率 当然是不高 那就是还是 耗发于男性 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族群 会比较常见一点 在过往 曾经有一种疾病 叫肺结核 也会造成心包膜 钙化等等这些问题 那现在因为公共卫生 条件环境比较好一点 所以心包膜 发炎 产生钙化的几率 由于感染造成的 就会逐渐的下降 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提醒 本身有在吃一些药物的 你做一些化疗的 电疗的 这一种可能避免感染 提升齐的免疫力 不要让心包膜 受到感染 发炎等等 本身高风险族群 年纪比较大 男性最好发的族群 是要控制你的三高的部分 然后要多运动 饮食控制 做好血管保养之外 可以保养你的心脏 也可以预防 心包膜钙化 或心包膜发炎的 这些问题 好 其实我们看到林医师 也讲到如果急性起来 真的是很可怕 而且有一些胸痛 可是它好像是没有胸痛 对 心包膜炎是很严重的病 第一个它会致病的 那如果没有致病的话 它会留下后遗症 就是你的心包膜会钙化 钙化就硬化掉 所以大家要保养这些身体 不要得心包膜炎 那其实我们的成因很广 就刚刚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你可能结合菌的感染 尿毒症 癌症转移化疗都有可能 然后症状呢就是会胸痛 可是马老师是没有胸痛的 他是突然讲不出话来 容易喘 你有体虚发烧心肌 腹泻呕吐 甚至都会有死亡的风险 防范就是说我们要提升免疫力 对 然后第二个是预防控制慢性病 还有就是饮食均衡跟规律的运动 你看他其实生了病 还是有在运动 这表示说其实马老师还是蛮注重健康的 不过我这边要再加一点 就是要找好的医生 然后完全信任你的医生 我这次能够在这边这么健康跟大家讲话 真的要感谢三个好医生 第一个 找出我新光博概化的 是万芳医院的陈保罗医师 他真是好医生 第二个替我做新导管 是新光医院的洪辉峰医师 洪辉峰医师帮我做了新导管 然后彻底做了建议 第三个当天就帮我开刀的 正新院的团队包括院长主刀的魏征医师 那我特别要谢谢新光医院的超英波士的熊医师 我跟你讲熊医师真是个奇人 熊医师他的父亲熊丸 天下第一寓意 蒋介石总统跟宋美玲夫人最相信的就是熊丸 熊丸的女儿 蒋夫人因为没小孩 把她认为干女儿 她是唯一一个进出士林官邸不必通报 警卫不敢拦着 我知道那个女生 熊医师是熊丸的大儿子 他考进国防医院跟魏征做同班同学 以他的身份地位 他老爸 他老爸 你知道他老爸是个医生 就是因为地位太崇高了 当过中国时报董事长 中国时报董事长 本来一直是余姬忠先生 李让熊丸 好 他作为熊丸的大儿子 又是国防医院毕业 又是魏征同班同学 他如果出来 我告诉各位 三星总院院长早就做过了 国防医院院长也都做过了 但是他不愿意靠他老爸的势力 他跑到美国去当医师 不留在台湾 一直到2000年阿扁当政 国民党下台之后 他才回来 他回来以后 在台湾没有医生执照 他进了正习医院 魏征说你来啊 你来啊 各位他已经在美国 他进去做什么 做实习医生 因为他在台湾没有任何之力 他在正习医院做实习医生 然后做到超音波的权威 做超音波学会的理事长 他就拿了他出的超音波的书 到熊丸他父亲的墓前面 烧给他父亲 我以为我自己闯出了一片天 我不必靠你 我告诉你 我去找魏征的时候 我说院长 我到底这该不该开啊 他说你去给熊医师照超音波 然后熊医师带着我去说 他这个要开 开吧 魏征就说开吧 所以是熊医师 所以不是魏征决定 也不是那个魏征决定的 是熊医师决定的 你知道我是生在夜深的 2000年前有一个人生在马超 2000年后有一个人生在马家 所以我12月23号动了手术 12月24号在加护病房 身上插了七根管子过生日 也会有一种对人生的重生 一种新的想法 我移出加护病房那一天 是12月31号跨年 那天晚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在病房里面看烟火看跨年 我跟大家讲 你会觉得活着最重要 爱你身边所有的人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不要再浪费时间去怨恨 去愤怒 我以前的哲学是让愤怒等一下 让理智跟上来 我现在的哲学是更不要分 让愤怒根本不起念头 我逃过这一劫之后 我从医院回来 在家里修养了半年 这半年里面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我对于我所有有恩怨的人 我请他到家里来 我打电话给他 说不管是你对还是我对 你错还是我错 我必须笑你恩仇吧 我当天如果没有走过去 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在社会上流了这么多月 又是冤情在主 第二个 我把我的女朋友 找家里面来或打电话 真的假的 你老婆被怎么样 当然不敢在家里了 对啊 我想说你老婆陪你跨年 找到我老爸 你说找两个嘛 前女友啦 不是女朋友啦 不管谁付谁啦 就留下快乐而美丽的回忆 所以他们有去赴约 有啊有啊有啊 当然有啊 好几个 有三个来看我的时候 还说我们再握握手吧 亲亲小手就对了 再握握手吧 有啦 这是有一种跟自己的感情 握手的时候很激动的 因为你重生了 活过来了 再看到他们嘛 好久还能够再握到手 你虽然没生病 你也一辈子想不到 可以再握到手 你居然重生了 你还可以再握到手 已经升华了 不是男女的感情 你惨了 我老婆不知道这些事 现在不是跪算盘啦 现在跪电脑键盘 一跪下去 影幕上跳出来 我下次不敢了 真的一笑敏恩仇是好事啊 我是说那你媒体报导说 你有些失忆啊 对我现在因为 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 开始失忆了 看电视给老婆说 冰箱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拿出来 我老婆说哪个哪个哪个 就蛋挞 我蛋挞都讲不出来 我那边看电视 笑得很开心看电视电影 我老婆说 我们俩去电影院看的 你真的不记得 我就是完全不记得了 尤其是名字 我告诉各位 我上节目一定第一件事情 把主持人的名字写在最上面 最前面 对 你我记得了 你叫宜安 哈哈哈 那就好 那就好 所以我就通知所有的意志节目 说对不起 意志节目不上 来 所以我就来大家看 马希平失忆去上意志节目 但记得女友数量 哈哈哈 马希平失忆 想不起仇人是谁 哎呀 记得女友想不起仇人 人生多美丽啊 对对对 跟自己的人生和解啊 心理健康 身体也健康 有兴趣来看买我的书看 对 我里面 真的是你台湾 不晓得的神鬼第一传奇 还有 要跟自己和解 当你重病之后 在死神变前交过手 你就觉得 什么都不重要 家人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活着最重要 好 好我们今天谢谢马老师 来到健康点点名 真的是大来宾 可能有很多恶故事没有讲到 但是希望有机会 我们再请到马老师 来到我们的健康点点名 我们先跟观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 新全校克菲尔医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 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鱼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